接下来我们来说李胜李嘉航呢 这回终于是以夫妻档合作了 即将在1月11号登陆东方卫视的电视剧 新婚公寓啊 夫妇俩合作的当然是格外的默契 那虽然聚集还没有开播 仅仅是做了一个专访 咱们都能看出他俩非同一般合拍 即便还没有开口 但李胜李嘉航这身装扮 就是最好的诠释了 默契十足这四个字了 这两位今天穿的是情侣装 其实本来没想穿情侣装 莫名的撞山了 一说话小两口更是给单身汪门 造成了一万点的伤害 那甜蜜痣啊 简直就是喷波而出啊 给你饭 给你饭 在新婚公寓当中 李胜李嘉航这对闹腾的小夫妻 更是常常意外的惊人 吻戏也格外的多 夫妻俩发自内心的表演 让起先不知情的人大为 赞叹他们的成熟表演 后来采质原来都是真情六路啊 当时我们六人行的编剧和那个 监制他一直在跟着我们拍摄嘛 然后当时他就跟我们这边中国导演说 他说啊你们这边的演员训练的素质真好啊 就完全没有这种这种这种障碍 我是觉得真的 没想到这中国的演员训练素质 已经就是出来到这种程度 然后后来拍一周之后 然后就跟那个老外说 他说他们俩就是两口子 不过在新婚公寓 当然不是只有甜蜜的桥段了 为生活当中的琐事 蒸蒸吵吵也是婚姻当中无法避免的 咱们看到的这些吵架戏 其实有些也是李嘉航和李盛的真实写照 生活当中的琴拿到戏里 倒也是个既不上感情 又能够发泄的好方法呢 就是吵着吵着就当真恶 但是也有很多是可能私底下本来有在吵架 但是在戏里面 因为是吵完和好的戏 可能就是演着演着就和好了 尽管新婚公寓对于李生和李江航来说是表演 但导演倒是给了他们一个绝无仅有的特权 不过听起来这戏好像并不是在演 而是俩人自个儿过家家呢 导演就跟我们说 他说我景给你们治好了 里面的东西随便你们摆 你们家里摆什么 床单什么颜色 照片想挂在哪 你们自己去弄 让我们自己布置 为了省道具费 确实省了不省 从公不恋情到结婚领证 李胜和李家航的步伐倒是挺快的 不过这个婚礼确实迟迟未办 难道李家航又是想给老婆制造一个难忘的惊喜吗 情婚公寓有不错的收拾 就是第二季的时候 我们接着这个 你要干嘛 你要现场结婚吗 也不是啦 我听老婆的 老婆说什么 你少来甩锅王 甩锅王 不是啊 我们经常有这种情况 就是我下戏了 他就上戏 他上戏了 我就下戏 这种事 当然了 就算没有第二季 也还是要结婚的 现在在线上还独家采访 或使我 们但是 就要 我们下次再来